老蒋早就不想抗日了 初期老蒋抗战的热情确实有 但是到了1940年之后 抗战的想法就消失了一缸二斤 听着有点扯是吧 但是你只要分析一下1940年之后的事 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自打39年冬季反攻之后 所有大小战役无一例外都是被动防御 就连小规模的反攻都很少见 对于已经沦陷的大半个中国 老蒋就从没想过要夺回来 先是从南京推到武汉 再从武汉推到重庆 重庆要再失守 都想过要推到印度 老蒋抗日主打一个三不原则 不抗拒 不主动 不投降 还给他取了个好听的名字 叫以空间换时间 40年之后 唯一主动反攻的战役 就是1944年的入冕作战 但那不是他大的 那是一个叫史迪威的美国人 逼着他大的 这哥们用断绝美国原华物资来威胁老蒋 老蒋这才勉强同意 那老蒋在干嘛 他这辈子唯一坚持的就是绞工 哪怕是在抗战时期 除了各个要塞必须要留人之外 胡宗南带着大部队 而当时作为老蒋最大的金主 美国人也早就知道老蒋的尿性 美国想让中国抗日 但是出钱不出人 目的很明显 你老蒋以后还不还得上钱 不重要 但是得能拖住日本人 一旦让他跟希特勒会合 吃掉苏联 那下一个弄不好就是他美国人 对罗斯福来说 我给你钱 你办事 我不求让你打赢 但只要别投降就行 就当花钱消灾了 后来美国调查之后发现 差点没气背过气 我给你物资 让你抗日 你们留着往自己兜里装 电面公路都知道吧 当时美国援助的物资 唯一的一条运送道路 一条中华的生命线 让老蒋安排了十几个检查站 当差的官员们变着法的检查 无一例外 必须得收取大料好处之后 才能放心 每次检查 最长能达到24个小时 原本每个月能运送 三万吨物资的电面公路 实际只运送6000吨 收上来的好处 上交给国民党15个不同的部门 这还不是最牛逼的 最牛逼的是 当美国检查团发现之后 老蒋的解决方案是 我也给你美国一个特许经营权 意思就是 我也给你放一个检查站 你也上路收钱 更更牛逼的是 更早的时候 援助南京的物资 第二天就能在上海的黑市上看见 甚至 还能在日本的军营里看见 这就是你们爱的老蒋 他那媳妇 他那小舅子 那他那 他们赚钱赚的都很开心 唯一不开心的 就是老百姓 赚钱太忙了 他们也没功夫抗日 也不服气 我再给你举一个 他不想抗日的铁证 刚才说过一个叫史迪威的美国人 他是美国派来中国的总代表 并且有绝对的权利 这哥们纯粹的军人 说话从来都不拐弯抹角 每次和充满同抽味的蒋家人交谈 都得捂着鼻子说话 史迪威本来想让老蒋 搞出90个满边石和日本对抗 因为他看到了中国士兵的潜力 只是有一些国府的将领无能 还拿着武器弹药出去卖呢 不是你的士兵无能 而是你的军官拉垮 归顺我党的国军部队 一样能打 朝鲜战场汉江阻击战的50军 就是最好的证明 对此史迪威搞出的方案是 先整90个士 补充美式装备 再由他来进行强化训练 90个士老蒋不让搞 那就搞30个士 不管从哪个角度 这个计划都非常的诱人 装备提升上去了 再有专人训练 再加上其他的百十个士 完全可以反攻 这是老蒋抗日期间最好的反攻机会 但是不敢相信的是 老蒋们拒绝了 被查不同意 你又给装备 又带训练 真要是把日本人赶跑了 如此一来 这30个训练有素的是 对于他的威胁更大 对老蒋的社会地位更加动摇 而史迪威更要清楚 对老蒋严庭寄从的无能军官 这些人 恰恰是老蒋的心腹 这样一来 就会动摇老蒋的统治地位 就比如 那个主动请应 保卫南京的唐生志 保卫前的口号是 要与南京共存亡 并开走了所有船制 关闭了所有港口 结果没两天 唐生志自己开船跑了 当下他的同胞 被日控屠杀30万 光是军人就有5万 老蒋到1945年 考虑的都是他的地位 除了教育 他搞的算成功 其他的贡献 还没他糟蹋的多 如果换成教员来指挥 就不会出现918后边的事 如果老蒋一心抗日 必得民心 那么为什么会有 八路军飞速发展的机会 为什么淮海战役 看似解放军的60万 对国民党的80万 人数上有劣势 但是 60万解放军的背后 有几百万的老百姓 推着小推车支援解放军 再看看1942年 河南闹灾祸 老蒋在干嘛 他在督促底下的官员 抓紧找河南的老百姓要军粮 最后迫于压力 没办法拿出两亿赈灾 真要是发到老百姓手上 能死那么多人吗 钱呢 被他的心腹们一层层苛扣 都装他们自己兜里了 整个抗日战争 日本其实就是逼着老蒋 承认维满洲独立 有人夸老蒋 啊真有骨气 死活都不同意 狗屁的不同意 当时的中国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 慈禧敢搁地赔款 那是慈禧觉得大清是他的私有财产 我自己的东西 为什么不能送人 到了抗日战争 老蒋是被人民推上来的 你要是敢做主 把中国的土地送人 那你也就别干了 所以老蒋的格局就是 国家穷 跟我有钱 这俩事不矛盾 战争打不好 跟将领们富有 不矛盾 所以抗不抗日 跟打不打得赢 这俩事也不矛盾 即便是不抗日 中国也不会输 老蒋只要知道这件事就行 小谋太多 导致大方向出了问题 中国要落他手上 那才是中国的灾难 行了 光头粉和贵族们 膝盖贵疼了没 能站起来说话了吗 说